致命武漢肺炎病毒累积超过49万人死亡 WHO负责策略计划的助理秘书长盖拉警告 如果爆发第二波感染可能会有百万人丧命 宛如过去的西班牙流感 疫情失控雪上加霜 肯雅枪声大起火烧房屋 民众激动尚解抗疫 当地摩托车司机因为没戴口罩 被警方押走引爆警铃冲突 目击者表示有三人被警方开墙杀害 印度光是疫情就被弄得糟头烂额 印度过去24小时单日新增 一万七千两百九十六人确诊 创下新高 全国累积病例逼近五十万人次 拉丁美洲一样水深火热 尤其果菜批发市场更成为病毒温床 墨西哥市场五月以来每周都有超过两百人确诊 为内瑞拉的市场沦为疫情重灾区 秘鲁一处市场所有摊贩染病无一幸免 摊位全数被销毁 但没有政府经济支持 商家还是拒绝关门 拉丁美洲染病和死亡人数居高不下 巴西单日新增近四万人确诊 WHO警告美洲疫情还没达到巅峰 短期难以好转 下周全球确诊可能将达到一千万人 武汉肺炎病毒持续肆虐全世界 三立新闻 许超真报道